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开限购 广州也成为了全国一线城市中首个部分放开限购的城市 根据通知 在广州月秀 海珠 荔湾 天河 白云 北含江高镇 泰河镇 淫河镇 中乐潭镇 南沙等区扣买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两套住房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扣房之日前两年 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 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限购一套住房 有厌例人士解读 新政将之前正在执行限购政策的潘渔区 向今次调整中解除限购 限购区域的调整我相信是一个很全面的很大型的手段 包括花刀 包括潘渔和黄埔这几个区域 其实已经是全面解开了限购了 全面解开了限购 我理解就是应该是随便可以买 套数也不限的 潘渔和这些书是广州的近郊 今次连潘渔都放松 其实讲明了今次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另外 通知将月秀 海珠 礼湾 天河 白云 黄埔 潘渔 南沙增城等区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精免年限 由5年调整为2年 同时 大力加快推动公共租赁住房 邓浩志认为今次大调整可能会对广州楼市起到巨大刺激作用 我觉得对于购买力的释放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相信新政之后对广州楼市会有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期待 我觉得9月下旬到所有黄金周应该会凌迎来一个成交大的爆发 这么多个区 大家看完之后觉得真是心动最吸引的 我想应该是黄埔区 如果我们构建的思维框架是正确的 是以致换人士为主的 他们可能面对的都是要卖一买一 当然都是有人有余钱的 无论他们会在哪里卖 都会搞兴那里的二手市场的热度 也都会令到好像黄埔潘虞这些新盘民风造势 即是广州房地产市场多多少少 都会有积极的反应 当然这次其实还关于新广州人事 里面对一些相关的条例放宽了 我们看回这次有限度的解禁 其实它依然站在一条原则线之上 就是房住不炒 因为它真的抢手那些区域 就算它没有新存量房出来也好 他们原来的那些楼 他们的二手市场依然是很受欢迎的 现在还是按住 放开的是全量房较多的区域 反而我们换一个角度 看看广州这次的楼市变动 周边城市的影响可能会很大 因为除了中心区基本上都放开 大城市的红级效应就会立即出现 国庆中秋气氛现在越来越浓厚 大家都期待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参与 而其中一个目的地自然是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说 特区政府和公营机构 会带头推出一系列活动和优惠 和市民一起何国庆 看看有没有你这样的兴趣 今年10月1日晚上会复办国庆烟花 这是五年以来重办的第一次 维港将再次展现摧灿的国庆烟花 除此之外政府和不同的民间团体 也都会在香港全港18区举办一连串的多姿多彩的国庆庆祝活动 李家超表示 特区政府在慶回归纪念时 带头推出多项优惠和活动 获得饮食业界和其他界别的热烈支持和欢迎 市民和旅客反应正面 因此会在国庆再次发起一系列优惠和活动 与市民共庆 据介绍10月1日全港超过60家商业器院的汽票会以半价发售 预计有过千家餐厅当日会有指定菜式和餐饮品的折扣优惠 10月1日市民可以免费搭乘轻铁、港铁巴士、电车、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和湾仔航线 以及富裕小轮、往来北角、观塘、启德航线 当日小童八达通乘客可以免费搭乘港铁重铁网络 包括本地铁路线以及罗湖、罗马州站的过境服务 10月1日康民署下核的多项康乐文化设施可供免费使用 包括大部分公众泳池 市民可以免费参观香港科学馆和香港太空馆的常计展览 以及香港科学馆的专题展览 香港湿地公园也会免费开放 理解超鼓励市民踊跃参与过一个开心又愉快的国庆节 重点是开心 烟花会演座庆 未必可以一下子带多很多游客过去香港 但是从港府的积极做法 我们至少感受到一种态度 现在更多在探讨的可能说 对于深圳的加大力度推广民旅以及零售业之后 港人又不上消费 香港做夜市又不够人了 降低单价又会导致单不利润下降 但其实大数据都是清晰的 基于全球经济大环境 到港旅客的消费能力可能真的大不如前 销售策略可以调整的 博利多消適当地引入 无人受货 重新去打造购物天堂的口碑 香港的核心优势是零关税 香港精神就是开工特别精神 至于不教人提供服务的现实问题 有一项数据是这样的 所以失业率是维持在2.8% 上上我们说到的香港夜宾分 再叠加节假日旺季 有餐饮和零售业界就说 现在只能够靠兼职来填补空缺 香港整体失业情况和上个月公布的相约 6月到8月失业率维持2.8% 失业人数大约11.2万人 只是多了400人 香港政府表示 仿港旅游业和香港本地消费持续复苏 会在未来数月继续支持勞工市场 失业率不高 再加上夜宾分上马 有饮食业部主估计短期内 难请人的状况会继续 流缅员工 我们有很多店铺经常说 步兵私领 可能有四五个经理 但可能只有几个伙计 第一我们一定会找同事兼职兼职 或者有些同事愿意收多些工资 然后去做一些OT 我们平常常说的OT 或者假期调整 将假期可能延后一点 这段时间大家都明白 都想配合政府搞好的事 香港政府曾经指出 要适应售货员等人手 可以经休化補充勞工计划 但是有业界子 赶不及应付黄贵 这个圣诞节 甚至是農曆新年 这些节日 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个人手 他们都可能经过申请 審批 可能都会整半年 或者大致上半年才来到 其实正正已经过了最枉的时期 工会建议雇主 用聘请外勞的预算 增加本地雇员的新春 吸引人入行 一般市场调节 请不到人 自然你要加薪 才能吸引更多人 亡本身就是经济好转的象征 而餐饮业界的人手问题 其实内地在疫情前已经出现了 因为收入不够外卖快递小哥高 上班时间又不灵活 导致大量服务员流失 当时内地不少餐饮企业 就开始用科技手段来填补人手不足的问题 数码点餐 送餐机器人 这些都可以填补到部分的缺口 今次的勞工短缺问题 其实正正是一些科创企业 可以提供智慧和技术的时候 或者它都是一次服务升级的机遇 而澳门方面有澳门酒店业人士就说 现在国庆假期方面 经济营酒店的预订率已经去到六七成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因为接近一个星期 还会有一轮的预订高峰 就说业界对于中秋 连国庆的这八日假期 是有较高的期待 好了 期待也有个数 是 他们的期待就是 旅客可以突破十万人次 澳门酒店协会会长黄淑欣表示 澳门酒店预订情况 在暑假期间达至高峰 九月份有回落趋势 而即将迎来的中秋年国庆黄金周假期 他说业界都有较高期望 因为在七月和八月来说 曾经也冲破过十万 我们大概现在入住率 看回黄金周的都会有七成左右 经济型酒店或者本地酒店 我们都是看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左右 在黄金周期间 休闲企业那边 我们会看三千至四千元 而在酒店人资问题方面 他希望政府可以牵头开放学生 到本地各酒店或者不同企业 作短期实习或者以兼职工作 吸引更多学生投身酒店业 我们看到所谓的经济型酒店 收费相比平时已经升了 价格已经等于 非旺季的休闲企业酒店的价格 价格上升反映的是供不应求 民旅业的繁荣 而强调它是经济型酒店 其实面临的问题都一样 旺丁不旺财 就嫌这家酒店客房的单价低 赚得不够多 如果重启是一个固定的步骤 一步步来的 我想旺丁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讯号 至少肯花钱 慢慢才会花多些钱 接着我们再跟踪一个计划 首批十名来自广东省三甲医院的医生 透过大湾区医疗人才家劳计划 去到香港参与临床工作 已经大概五个月时间 经过调治之后 医生都已经独立开工 未来有什么计划呢 关于这件事 香港医管局就说 未来将会计划 是将这个计划来到常态化 穿蓝色工作服的康毓坤 现时有香港的 马吉利医院内科及老人科 任副顾问医生 他本身是中山大学副述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今年4月到香港后 初期由医院内疾心的本地医生 带着巡房和熟悉流程 至于检查 例如支器管内窥镜 由于他被香港钻册专科医生 要向监督下进行 其实我广州本地人 我小时候都是看TVB大的 所以现在其实语言方面 有些词我都是听得明白的 医学上的东西 无论你用中文也好 日文也好 英文也好 其实整个principle都是一样的 这样其实程序上 不会有太多的差别 约密是因为每一个地方 它不同的生产商 它会有不同的规格 但是你用下去 都是同样的indicator 康玉坤说 香港医管局都有提供使用手冊 有需要时可以参考 香港医管局表示 康玉坤在疫情期间 曾经到港协助 对香港医院流程有一定的认识 今次再到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 適限一到两个月 已经可以独立运作 两地医生已经交流大约五个月 有什么体会 康医生那边的医院 有时对一个怀疑肺癌的病人 可能可以 今天入院 可能明天就会做素描 后天就会做指挤管镜 如果相比在我们医工局的情况 都未必真的有可能 可以这么快速地做到这方面的治疗 安排一些检查的时间 可能我们的优似的次序 都可能可以再细分一些 香港医生 即是说它的同质化比较高 无论是一个急症医院也好 射康的医生也好 之间的水平之间 就不会差得太远 因为这个在内地 因为疗源广阔的原因 的确有些差别 其他九位内地渡港医生 分别在九龙中、九龙西 及新界西联网 麻醉科、心血管科、传染病科 及放射科等工作 香港医管局表示 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 未来会常态化 会逐步深化两地交流的深度及宽度 虽然都是人手不足需要输入 但是公营医院面对的问题 它和我们刚刚说的零售餐饮行业 也是不同的 是更多当打之年的医生离职 做收入更高的私人诊所 而这种是行业从业者 一种长年环境下的认知和惯性 短时间之内 我想是扭转不到 但是公营医院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只能从内地找外援 从而可能会促成另外一种 就是湾区内的公营医疗机构间 更加充分的交流 有时是这样的 现在你未必见到一条路来怎么走 但是有时你走走走走 就会发现一条新路 我们看看台湾方面 早前民进党当局推动 所谓2030商语政策 宣称2030年等英语成为官方语言 引发外界反弹声浪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最近就说 商语政策既无必要亦办不到 教育不应该走歪路 以免造成大家的痛苦 针对岛内所谓商语教育政策 民进党主席賴清德近日声称 要由执行层面着手 全面进行推动 这个言论引发外界批评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近日都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 商语政策既无必要亦办不到 学校可以将小孩的英语教好 但是台湾地区 不是英国或美国的殖民地 无必要去推动商语政策 2017年 民将党当局推出所谓2030商语政策 目标是到2030年 等英语成为台湾社会的主要语言 乃声特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后 进一步愈以推动 这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因为缺乏完整配套措施等原因 令到岛内师生叫苦连天批评不断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之前就多次企图 在教育问题上去中国化 借英语横压中文 商语教育定位错误 价值错乱反映了一种自我殖民的心态 但是摧残着一代学子 牺牲了学生 和台湾未来的竞争力 商语政策 不是学多些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没有必要等那些学生 同时那么辛苦地学两种语言来沟通 而且加大了英语比例 从效果来看 你要有语言环境 没有的话效果会打折 不断去加大英语教学比例 到最后只会压缩其他科目 科科你都要用两种语言来学 就导致很多科目 只能够清亭点水 这样的做法 他唯一可以培养到的 就是一大批 比坚人工智能的翻译人才 智能汽车都准备LC自动驾驶 还全力培养职业司机 你说引进武器耳机是中古就说 连管理思维都是上个世纪 可能真的有原因 会不会 跟问题鸡蛋有关 台湾进口问题鸡蛋流向至今不明 虽然农业部门18日晚公布了 七院市13个冷链仓处点存放蛋品数量 但依然没办法适宜 各院市从19日开始 展开一年三日的联合稽查 结果就发现问题重重 有些过棋蛋 可能已经被民众吃了下肚 台农业部门18日晚间 公布五千多万粒问题鸡蛋流向 涉及七个院市13个冷链仓处 其中新北市仓处 代室处鸡蛋数量有191万粒 桃园市三个仓处有400多万粒代室处 彰化院、嘉义院各一个仓处 云林院、高雄市和平东院各有两仓处 总共5,170万粒蛋都要销毁封存 不能流入市面 各院市也加大插查力度 结果发现问题重重 新北市向插查中发现 当地的福商性液蛋加工厂 将进口鸡蛋和台湾鸡蛋混合 制成超过2万多公斤的杀菌鸡蛋液 并贴上产地台湾的标式 而这些问题液蛋已经卖到台北市某团线公司 制作成20家补习班的餐点 大约有900个学童将问题鸡蛋吃到图 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基隆市都紧急宣布 避免学童吃到来源不明的混用鸡蛋 校园营养午餐即日起禁用液蛋 全数改用台湾本地产的全蛋 我们从即日起在台北市学校的营养午餐 我们现阶段这段期间在疑虑还没有消除前 禁用液蛋、改用全蛋 我们暂停学校营养午餐液态蛋的使用 全部要先打 那当然会增加团圣业者很多的麻烦 章化卫生局在仓处地发现土耳其 和泰国进口蛋328万粒 只有十分之一未过期 后组会持续追查 当局可以放心 再坚持多几天 还是找不到的话 就可以宣布已经被民众吃掉 死无对症 但是如果你说足够负责任的话 面对着这么严重的民众食品安全事故 依然应该要找到问题的源头 不如这样 来一次全员厌大便 再通过DNA找回问题大便 应该是问题 鸡蛋消化之后 经过消化度演变出来 已经不同了形状的大便 再找回大便的主人 事关可能疾病 已经静悄悄地在坊间传染 民进党当局要切实扶起 从追弹到追大便的责任 9月19日 英国政府发布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英方所谓报告老调重弹 歪曲事实粗暴干涉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香港的发展成就不容置疑 香港回国以来 一国两制在港实践 取得了局势公认的成功 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继续发挥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的 中有桥梁和窗口作用 毛宁表示 香港的经济蓬勃发展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稳固 牵制秩序、稳健、运行 国家安全得到维护 外国者自港得到落实 民主发展前景光明 中英联合声明不容滥用 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事主权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依法治港举措、不容智慧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毛宁表示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特区的法律依据 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 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 有力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 并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香港特区依法处置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员 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正义之举 也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必要之举 何限、何法、无可指摘 我们证告英方 任何外部干预都不可能动摇 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 义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 任何企图霍乱香港的伎俩 都绝不会得逞 不用关心得那么远 反而好像一些曾经的香港青年 最近两三年去英国定居之后 还不断在互联网吐槽 他们的生存状况 我想他们其实可能都很需要 有份报告至少设计 还有我们也很关心 2020年以来 英国七个地方政府宣布破产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时间 但又整份报告看看是什么事 杭州亚运会到计时 剩下不够三日时间 但这是针对开幕式而言 其实有些比赛 因为赛期和惯例 是会提前开始的 足球就是 南竹小组赛A组的首轮比赛当中 中国南竹亚运队5比1 战胜印度队得开门熊 比赛开始后 中国队逐渐占据场上主动 第17分钟 身着红色队伏的中国队 利用角球先下一城 高天义凌空素射破门 第23分钟 中国队获得点球 但主神结主佛的点球被对方破出 错过了扩大比分的机会 中场结束前 印度队普拉温利用速度优势 突破防守打入一球 将比分斑平 下半场开场后没多久 戴伟进禁区外远射破门 帮助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 之后陶强龙在三分钟内连入两球 方浩在保时阶段的入球 将比分定价在5比1 南竹首战吸引了不少球迷 前来坐镇观看 比赛结果也令球迷感到欣慰 小组出现以后再慢慢拼吧 小组肯定出现 最后的比赛我和他也是美了 下一轮比赛的门票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来支持中国队 希望中国队越走越远 蔡伊维亚籍主帅 久以杰维奇 赛后表示 他对球员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 对提升信心非常重要 为了本届亚运会呢 国族亚运队已经备战了六个多月 希望中国队赛后能面对今天的问题 及时调整 年轻的小伙子们能够打得更加稳妥 在下一场对缅甸打出更好的水平 预祝他们顺利 嗯 胜利是固然值得庆祝的 大赢印度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世界上不是有200个多点的国家和地区 如果他们都有奥运队 可能是超过100队都可以赢到印度 甚至都是大胜 理性对待 来到每年这个时候 其实金九银十不单只是对于车市 可能对于分庆市场都一样 继广州天河重发花都等区之后 广州黄埔区都设立了十个花城 曾有起婚姻登记户外班证点 和最美婚纱摄影拍摄地 既然是特意设立 那漂亮的当然了 看谁最漂亮 今天是9月20日 920孩音就爱你 因此成为市民群众婚姻登记的热门日期 在广州黄埔区一家酒店的草坪上 14对新人在大草坪上 伴着浪漫的音乐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举办集体分离 这对都是广州黄埔区 刚刚评选出来的 最美十大户外班证点之一 事外环境很困扑 特别是这种集体的话 集体的更容易让我们记住 这么好的日子 感觉满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还有仪式感 在今天评选出来的最美户外班证点 还包括黄埔区的文聪幸福里 余珠的广州国际港航中心 长洲的风雨和深浪桥 和瑞港澳码头等 有历史文化街区 比如文德里、荣德里 还有一些公园 集聚的航空公司 还有码头 还有游艇 基本上是各种类型的都有 同日公布的 还有黄埔区 最美幸福分旅体验线路 和最美婚纱摄影拍摄地名单 倡道简约适度的分组礼仪 看了这个评选 就看到黄埔有这么多很美的景点 就觉得这个路线来得很契合时机 借鉴 文政部门统计 节目前 广州共有26个结婚登记户外班证点 根本政部门就表示 每个月他们都会在不同主题的 户外班证点 举办十大分礼 这样兴趣的新人 可向所在的婚姻登记中心 进行咨询 免费预约申请 这个户外班证点 既是一个阵地 它也是一个婚属礼仪的推广形式 15对新人的一个仪式 这样一个简约的仪式 来倡导新人 通过一封易俗的一个形式 来创造一个健康文明的 一个新型婚属文化 有时我们发现 只要那些音符够歪的话 大部分日子都是好日子 虽然我们都明白 结婚人数、出生率下降 这些可能都是 促使越来越重视结婚儀式感 愿意为儀式感做更多的铺牌 我们放下这个动机 至少做法是对的 这些做法只要坚持一段时间 大家就会觉得应该 习惯就是要这样 以后就可以维持下去 对于婚姻习族文化的传承 我想都是有帮助的 甚至我还觉得 未来应该有更多特色的浪漫景点打造 是不单是给新人的 是任何人都可以用 任何人都需要 我们要推广有情人终成倦素 其实我们在推广什么呢 是厮守终生的爱情 情一定要浓 情到浓时 什么率都给你了 讲完爱情讲生活 早前全国第三批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 是确定的 深圳围裂其中 而所谓我们讲这个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意思就是说 暴行的十五分钟半径范围内 去打造多业态集聚性社区服务圈 满足社区居民各种日常生活的需求 明白了 例如我生活很多姿多彩的 例如深圳街头 就申起了不少免费智能琴房 主要24小时的 就怕你不够热爱 我身后的这个黄色小屋 就是工艺性的免费钢琴琴房 那么我们其实预约它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通过手机扫描上方的 二维码进行公众号的预约 就能够查找到 在这个小屋周围有哪些 还可以等待使用的琴房 预约的时间 时长可以大概30到60分钟不等 除此之外 这种小屋 大部分也属于一个24小时 向市民进行开放的 在深圳街头 一个面积4平方米左右的智能琴房 可以同时容纳两人弹奏 里面配有空调、电源插座 预约时间到来之前 空调会自动打开 对于初学者 智能琴房配到的手机架号软件 还可以辅助练习 我就刚好路过这里都看到 也是很久没谈了 我就说分分 可不可以谈 挺好的 因为我家里是没有 特别是圆岭这片区 都是老人多 比较容易吵到他们 我在这里提供一个挺方便的 挺好的 现在随着需求迅速增加 在深圳的市中心、社区、城中村等很多地方 都能够见到这样的琴房 很好的 不管谁在这里谈 他那个心情都会很好 你能听到外面谈的时候 基本上听不到 他因为他里面也有空调和什么的 智能的那种 很多人整天基本上很忙 要提前预约 一般我就隔天工作 休息日就来谈一下 自己学一下 不用买钢琴 在家里站那么大的地方 在家里睡不开 我是很佩服他们 想得到一个这么垂直 甚至可能是刚衰 现在其实学琴的人有很多 但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条件 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去练琴 提供一个隔音环境放纵地练 我们有条件相信 这项服务是成功打中了某些痛点 而最后问题就剩下 免费之后维护成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 铁路部门开行50英尺集装箱 铁路多联快车 而这个也是国内首次使用50英尺集装箱 而这个变化对于铁路物流 尤其是货主企业 会带来哪些便利呢 今天上午 满载货物的50英尺集装箱 依次吊装到这趟首发的巴列上 10点巴列由广州或是港缓缓洗出 大约10个钟后 货物就能顺利抵达长沙 目前铁路巴列的集装箱 主流尺寸是40英尺 而今天全新上线的50英尺 就是目前全国融绩最大的民用集装箱 它的容积相比起之前的传统箱体 是可以提高接近五成的 50英尺的集装箱 相当一架公路运输通用的 17.5米拖挂货车再重量 一列斑列通常采用 406个集装箱运输 相当于406架大货车 在轨道上辞呈 这次的50英尺的容积 它达到了114个立方 比我们传统的 国际通用的 标准的40英尺集装箱 增加了38个立方 我们以公路一样的运驾 提供铁路的服务 首发集装箱斑裂 分别为 廣州往返长沙 上海往返东莞 昆明往返韶 今次的点对点斑裂 除了抗容 还有提速 相比气运和海运 降本增效更为明显 同时也能助力战能降碳 那对于我们食品企业来讲 实际上产品的新鲜度 是我们最最关注的 也是消费者最关注的 如果跟公路同样的一个时效的话 我们会首选铁路运输 尤其是大容量的集装箱运输 接着来 铁路部门会根据市场需求 在国内主要经济区域 逐步扩大开行50英尺集装箱铁路 多联快车 进一步提升货运服务品质 今天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 与创新论坛第三届大会 在珠海开幕 大会以创新引领绿色发展 科技富能美好生活为主题 聚焦科技科创领域前缘热点 推动科创成果应用 和国际交流合作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这届大会为期三天 一共举行12场分论坛 业会嘉宾在一带一路 金融科技 制造业未来 人工智能 低碳经济 海洋科技等前言话题 展开深入探讨 对于港澳台湾区来说 有利我们传统产业生机转型 有利我们包括高等院校 它更深入地做好有关科技研究 更重要就是怎么利用好香港 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平台 怎么利用澳门作为中普平台的关系 让我们有关的技术更加国际化 同时符合国际的规矩 符合国际的标准 这些都是我们有做好的事情 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大会 是波澳亚洲论坛在全球科技创新 发展领域设置的专业性论坛 是科技创新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不少高校和企业 攜最新的科创项目来到活动现场 进行展示和交流 你可以看到后面展示的无能艇 无能船还有水下机器人 这些都是可以用在海上的自动监测 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科学成果 可以让尤其是企业界更好地了解 我们在海洋技术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 有很多国外国内的专家来到我们这边 刚才也跟很多的一些专家交流过 就发现这个科技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思路 因为通过其他做拉米材料 跟我们有机半导体怎么去结合 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路 对我们后边在技术研发有很大的帮助 有人说有开会没停过 现在我们经历的可能是我们都集以为常 各种会议各种科技议题 我们假以时日回头再看 可能才会更加深刻感受到这个时期的关键 中秋林近被业界称为中国青蟹之乡的广州南沙 认为一年当中的黄金季节 而青蟹当中的季族黄油蟹上市 据说一千只青蟹才出到一只黄油蟹 所以特别珍贵 究竟它好吃成什么呢 黄油蟹是一种生活在南海沿岸的海蟹 因为其蟹身情金黄色 蟹肉鲜嫩 蟹黄浓浓而得名 一般来说 黄油蟹最好吃的时候 就是在每年的中秋前后 这个时候的黄油蟹肉质最鲜嫩 蟹黄最浓浓 吃起身也最为滑溜香甜 现在市面上如果一只最顶级的 半斤左右的黄油蟹 市价差不多要两千块钱 像我们会把黄油蟹做成黄油蟹这样 我们的售价从三百多到一千多块钱 一瓶都有 黄油蟹为何这么贵呢 那就不得不提到黄油蟹的由来 它是一种变异的青蟹 据说一千只青蟹 才能够出一只黄油蟹 而且它的变异 目前非人力所能控制 郑河和家已经养了四十多年黄油蟹 他说要养好黄油蟹 野生蟹苗的挑选是第一步 只有在广东一些特定的海域 它才能有这种比较高的概率 能产出这种野生的蟹苗 我们这里其实主要是 就是把蟹苗抓回来 放到蟹塘子里面去养 但是现在这个蟹苗 主要是来自深圳的红树林 然后是垫白、杂坡 就是这些地方 其次蟹塘的环境 这片蟹塘位于 咸淡水交汇的广州南沙 加上广东的气候多雨 湿润、下场冬短的特点 是出产 富度流油的黄油蟹的理想天堂 但是台风、暴雨、干旱 都会令珍贵的黄油蟹减产 加上不可控的变异规率 令黄油蟹的价格昂贵 但依然供不认求 每年这里都差不多 能实现一个小目标 一个小目标 对 就是人们说吃蟹会咸 会提咸 其实指的是大杂蟹 黄油蟹它满身都是黄油 那像这样的蟹的话 就是非常的难得 它的味道跟大杂蟹完全是不一样的 海蟹的鲜味 肯定要比大杂蟹更强一些 现在 南沙的海中之黄 黄油蟹 已经不单止是广东的网红蟹 作为广州南沙鱼叶的金字招牌 它软消全国 并且走出国门 游向世界 据了解 目前广州南沙龙月 曼庆沙等地 养殖面积超过1.3万亩 年产量近4千吨 产值超过10亿元 养殖户年均收入近20万元 我觉得黄油蟹是广东的一个特产 现在全中国 尤其是在广州的周边 黄油蟹的品质是最好的 但我觉得这是广东人的骄傲 希望能够把这种品牌文化 就是让更多人去分享的 不好意思 要大家破废 因为看完没理由不想吃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 你看完可能想喝的东西 在肖庆告要区 有广东最大的阿拉比卡咖啡树种植基地 现在进入深秋 据说咖啡果实都变得越来越圆润 走入绍森咖啡庄园 空气中连满着淡淡的咖啡香味 郭忠浩来自台湾 他在2020年加入到这个咖啡庄园 他带记者走入咖啡树种植园基地 分享着今年咖啡果实丰收的喜悦 光看这个绿果整个饱满的情形 其实今年的果是非常的大颗的 那今年的产量也比过往 有提升到10%到15% 那我们预计到10月份咖啡果 会从绿色转到红色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采摘的季节 基地有200亩 种植阿拉比卡咖啡树大约1.5万棵 作为种植基地周边农户 带来可观的收入 经过一年的努力关心的劳动 我们看到现在咖啡豆挂在树上 心情是很兴奋的 对我的收入会提升了很多 由原来种植的耕田耕地 现在最起码提供了15%左右 郭忠豪说咖啡果实丰收 并不单单是一种农产品的丰收 他们会规划咖啡体验旅游 在外地游客传递出兆兴 一张可以喝的城市名片 同时为香村旅游珍兴注入新生力量 因为我们把咖啡一年世纪 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体验旅游 我们把咖啡从苗到咖啡的一个完整的体验 包含苗是怎么预苗的 咖啡树它是生长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从它的烘焙 然后跟一个咖啡的冲泡 光咖啡的冲泡可能就有非常多的方式 澳门一胡通新增多项的服务 包括左右第一次将七项业务 预约取囚服务延伸至横琴 便利澳门居民办理横琴政务事务 澳门行政公职局就说 一胡通首次实现跨境业务联动 成功地将电子服务延伸到深合区 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 提供多项电子服务的澳门一胡通 再增加新功能 昨天起 预约桂台服务 由国往提供9个部门的预约 大幅抗展至28个部门 新增服务超过600项 涉及税务、就业、社福、身份、市政等范畴 七项业务包括商事登记、社保、不动产登记等业务 我们期望通过一胡通这个新功能 可以给到进一步便利 在合作区内生活、就业、创业的澳门居民 并且以一个澳门居民较熟悉 方便使用的方式去预约 现时我们提供在未来14天这个时间 可以给它选择 预约成功之后 系统内APP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我们建议居民可以截图保存 澳门行政公职局表示 目前一胡通的开会人数 已经接近54万 提供近320项在线功能和服务 预约桂台服务的升级和功能抗展 体现跨范畴多部门共同合作的成果 成功将电子服务延伸至横及深合区 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胡通的推动的政策和逻辑 都是按部就班 今天推出的并不是到此为止 我们一直都会和部门继续沟通和合作 所以可以这样说 这个覆蓋率是相当高 已经去到七八成的部门 而且是日常常用的服务 其实已经涵蓋在内 继续攜手共进,玩趣快信 光明科学城,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正式获批建设 专用通道将于2023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预计大方会达到220Gbps 国际访问丢包率会平均有10% 降低至1%以下 网络时限平均减少有20%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是直达国际通讯出入口局的专用链路 建成后会有利于科研环境和投资环境优化 今天上午,广东省第十二届金锚杯 海洋即空水上手救应急技能竞赛 在汕头拉开围幕 亦是广东省首次举办这一类竞赛 一共有利借全省各水上手救单位的25支队参加 大赛围绕险情,接报主致,落水人员飘移位置分析 编制海上手救计划 操作搖控电动救生圈、救生等七个竞赛项目 对参策选手进行全面巧合 以上就是今晚湾区最新闻的全部内容 同声同气自己人,原汁原味最新闻 我是努力,明晚问姚品 从来不须多教我 不须恨火糖 然而若有难空 所先可美相波 寒冕照呼 假以危情作传寒 唯一你我自好 从真的都释放 情人之间的拥抱 好